尊敬的拉赫蒙总统先生 我的老朋友 非常高兴同你再次的会晤 时隔五年我再次到反归国 我看到了一个更加欣欣向人的塔吉克斯坦 作为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 我们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相信在你领导下 塔吉克斯坦确立的各项国家发展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 构建世代友好 修其与共 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 是我们共同做出的政治决定 契合时代发展大势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新形势下 中方愿同塔方 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构建 中塔命运共同体 中方将继续毫不动了 推进中塔友好互利合作 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塔方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做的努力 坚定支持总统先生 在国内做出的各项政治安排 和发展举措 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以任何借口 干涉塔吉克斯坦内政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国永远是塔吉克斯坦 值得信任的朋友 可以依众的伙伴 亲密无间的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